进口鸡蛋的问题延绕了两周 农业部主动公开跟超司公司的合约 而农业部长陈吉仲强调 超司资本额只有50万 但是在先电付款的上面 超司显然是有清偿的能力 另外呢TPOC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搜集了今年1月1号到9月3号之间 网络雨情声量数据发现 陈吉仲年初才陷入缺氮的风波 但如今呢负面声量 是已经当时高峰的两倍 在超司的进口蛋争议当中 陈吉仲跟农业部的网络雨情 负面的声量远远超过了正面的声量 陈吉仲呢是占了84% 农业部只有16% 而网络好感度只有多少呢 0.18 就算是在争议性高的政治人物当中 他的好感度呢低落的程度 也是相当罕见的 好看到呢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日前揭开了这个从巴西进口蛋呢 因为绿酶素超标恐怕有致癌的疑虑 而巴西在5月点呢就公告成为了流感地区 日本也紧急的停止进口 徐巧新说了我们农业部呢 处理速度是慢半拍 没有列为是重大食安问题 是已经很夸张了 居然说这种药物残留 只是激的感冒药 简直是罔顾台湾人民的安全 事实上呢过去每一次有验出 在鸡蛋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抗生素 会变成不合格 那我想今天呢如果民进党的 民意代表看起来他们认为说 这款抗生素哦是可以有残留的 那是不是民进党现在是多数 那要准备来放宽这款抗生素 让未来台湾的鸡蛋里面 也都会有药物残留呢 那我是完全持反对立场 但也要让人民知道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似乎觉得 吃了这个抗生素的药材没有关系 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 甚至未来民进党他们会不会 为了这次的事件修法放宽 药物残留 罔顾台湾人民的食品安全 我想我们要更多的监督跟把关